Hello 大家好 我是梁教练 今天这一集非常之特别 非常之开心 因为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的10万订阅奖牌开箱 之后我们会有Q&A 问与答的环节 有看我频道的朋友都知道 我的频道5月份 就达到了10万个订阅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这个数字是非常之难以相信 觉得是非常之难去达到的一个数目 但是竟然都被我达到了 我觉得除了是因为大家的支持之外 也是大家的支持 所以我才可以得到这个奖牌 所以我今天非常之高兴 拍一条小小的影片 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喜悦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开箱看看 那个银牌是什么样子 这个就是YouTube送给我的 10万订阅礼物 其实拿上手也有点重量 首先我们会看到有一张卡片 这张卡片是恭喜我 达到这个10万订阅的里程碑 而且他们很细心 他说如果有这个奖牌运过来的时候 有什么损坏都可以联络他们 接着就有一个海绵包 还没有看到这个奖牌 这封信是YouTube CEO 都写给拥有10万订阅的YouTuber的一段说话 应该是公贺的说话 给大家看一下 好 等我一会儿再慢慢细心去看看他说什么 哇 就是这个了 10万订阅的银牌 其实他也很细心 他包了很多汁 哇 这个就是我的10万订阅奖牌的银牌 其实比我想象中它是大 用的质料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我很喜欢它这个玻璃面的框框 有时候看YouTube 会看到很多YouTuber 拍这个10万订阅 开箱银牌 金牌 那些的影片 真的没有想过自己有机会可以 真的拥有一个这样的银牌 还是YouTube 颁发的银牌 现在在我家 其实我觉得拿到这个奖牌 完全不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的努力 或者是我自己的成就 我的里程 没有大家的支持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一个能力 可以拿到10万订阅 所以 非常感谢大家 好了 那接着 我们就会有10万订阅的 Q&A 问与答的环节 在我出了10万订阅的Q&A post的时候 收到很多朋友的留言 很多都是大家对于我这个频道的祝福的话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梁教练这个频道的支持 我简单把大家问的问题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就是 知识型的问题 关于梁教练YouTube频道的问题 以及关心梁教练生活的问题 现在我们事不宜迟了 开始第一点问题 请问很多影片之中的呼吸指引 是鼻吸鼻呼 还是鼻吸口呼比较好呢 其实呢 在做运动的过程之中呢 我们其实都有去提及到 呼吸的一些指引 而对于我来说呢 保持一个自然的呼吸 是非常之重要的 至于是鼻吸鼻呼 还是鼻吸口呼呢 我自己就惯了是鼻吸鼻呼的 第二点问题 耳水不平衡应该按什么穴位呢 可以按三个穴位的 第一个穴位呢 我们可以按一下我们的合谷穴 这个是非常之好 一个止痛的穴位 所以大家呢 如果有耳水不平衡 或者头痛的时候 牙痛的时候都可以 还有一个舒缓的作用 另外呢 也可以按这个手腕 横纹下面这个位置 内关穴 是可以止到头痛 耳水不平衡引起的头晕症状 另外呢 大家都可以试试按一下 颈后面 凸起了一个位置 它就是叫做封穴穴 对于耳水不平衡的朋友来说 都是一个很舒缓的穴位来的 来教练 为何要开YouTube频道 其实我这个频道 在很久之前已经开了 不过那时候呢 我开的原因 纯粹是想将我一些比赛影片 和表演影片 上载上去这个平台上面 那 等自己以后带过了 可以作为一个记录 去看回 真真正正正去营运YouTube 应该是在 2020年 那时候大家都记得 是疫情开始的时候 当时呢 我是全职 做太极拳 和武术的教练 都会教小朋友 打功夫 以及教长者 打太极 但因为体育馆 关门了 以及很多机构 都停止了很多活动 很多长者就要留在家 变相呢 就很少机会 可以出来做运动 所以呢 那时候我就突然想 咦 如果我可以把我的运动 拍成影片 放在YouTube 给留在家的长者 都可以做到运动 那是一件好的事 所以呢 我就开始了拍影片 第四个问题 开YouTube有什么困难呢 其实开YouTube 在起步的时候 基本上 你是要 全部东西是新的东西 你要重新去学过 因为以前 我是一个运动员 我只需要去锻炼我的身体 或者是 训练我的技术 但是 你要将你的影片 你的一套教学 去搬到 在一个电子平台上 就是会涉及到 很多范畴的部分 就不只是你做一个运动 这么简单 无论是想主题 找场地拍摄 用什么器材去拍摄 拍完之后 那条影片 是要怎么去剪接 录音 上载影片 上载影片 去YouTube 再要去做一些封面的工作 其实当中 所有的流程 我都是好像小朋友 要重新学过 因为当你去接触一样 新的事物 一个你不熟悉的范畴的时候 你往往是要用很多时间 去摸索当中的技巧 其实真的不容易 所以每一次 影片播出之后 我收到很多人的 赞好留言和分享 对于我来说 是很欣慰和很开心 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让我继续努力去做下去 当然 如果大家有余力的话 可以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还有 现在YouTube 影片下面 有一个超级感谢的按钮 可以用这些方法去支持 我的教学工作 以至我可以製作更加多 好的影片 给大家 在家里都可以做到运动 梁教练最喜欢哪一条影片呢 其实我有两条影片 我也很喜欢 首先第一条就是 八段感 因为八段感 其实是我YouTube频道 一开始的时候 第一条影片 因为当时我上载了 这条影片的时候 有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 有很多的点击率 所以很鼓励到我继续去拍影片 第二条影片就是我去拍波浪山的那条影片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重温一下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条影片 因为我觉得是非常之好玩 一路去拍片的时候 是一路自己很享受拍片的过程 我记得那天是上山 发现了一个很大 还有很多器材的一个山上的健身房 推荐大家去玩的 第三部分 关心梁教练生活上的问题 梁教练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太极拳的 其实呢 学太极拳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之令我觉得神奇的事 因为当初我记得我是先学武术 学武术之后才接触到太极拳 我记得是我小学四年班的时候 我妈妈就带我去跟小学前面一个公园的师傅 我记得那时候第一套学的就是五步拳 接着就是武术剑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 就是因为跟这个师傅学武术 所以就对功夫对武术产生了兴趣 之后我就开始跟武术联会 参加了他们地区里面搞的班组 一步步学上来 直至有个教练介绍了我的太极拳师傅 梁洪基师傅被我认识 我就一直跟他学太极拳 其后就开始参加一些香港举办的太极比赛 很开心师傅又推荐我进去看院里面 有一个训练的时间 令我体验到究竟香港代表队是怎样去训练 梁教练是否素食 梁教练是否人在英国 其实有很多网友都留意到 我最近拍片的场地和以前有点不同 其实我真的在英国 我自己也挺喜欢英国的环境 很多很漂亮的公园 当你在公园里面做运动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个人都精神一点 所以接下来我会多在公园里面拍片给大家 给大家欣赏到更多漂亮的风景 更加好心情一起去做运动 好了 今天Q&A的环节又来到这里 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大家看到最后 而且这个奖实在不是我自己的 是大家支持我频道的朋友的功劳 所以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身体健康 下集再见 拜拜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赞好第一次来我频道的朋友 记住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以后有最新的教学资讯影片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了 不要忘记加入做会员 下一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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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